好的,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,是在太平老街,有没有看到中国长沙太平老街,白楼上写的一些热情,这个,这个点呢,目前是在太平老街的中心点,那这一带,就是传说中的太平老街。 今天是礼拜六,人特别的多,来到这里呢,拍一下,常常,还想到这些人是哪边来的,台湾有媒体说他们不自由,看一下,这些,看到这些人,应该是我找来的临时演员吧,那找这些临时演员, 应该是要花不少的钱,实际上他们这边呢,出行都去哪,是很自由的,你只要后攻守法的人呢,到哪边都是很自由的,并不是像某些人,说他们不自由,想像人潮这么多,一定就来到电脑里的感觉,我在这边,三星半夜出去都是很安全的,可能是我在大城市吧,我想小城市应该也是很安全的。 来自台湾的,看到这么多人,其实是因为,到底是什么,对,这么多人,好的,我们就走走看吧,好的,我们就往前面走,看到底里人走,这些人不是我找来的临时演员,确实,很多人都在这地方,就很多人。 他这里面呢,就很多小店员,其实,那些东西都是道成小艺,就要像。 1个人都在这边,可以说3个人都往年了,还要等多人,但是人都在这个議会就想要。 2个人都在这边,现在这边就相当地的,就是人都在这边,是一般的,所以我们的新京都。 3个人,新京都在这边,我们放在这边,但还要来,我们在这边,都往夜扎的,我们应该来,我们的高丁旅的店员。 這間就是網紅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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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至目前 臭豆腐只咬了兩口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還是喜歡在台南吃臭豆腐 可能是口感很不一樣吧 人很多 這邊還有一個小巷弄 要進去嗎 小巷弄 小巷弄 喜歡的朋友 男人親吻 小生父 大享受 假的 更熱心 就是他 和他 男人跟他小愛 同朋友 同朋友 男人 親吻 竹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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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太平老街给我的感觉就是 扩音器很多 好的 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关注我的影片 订阅我的影片 都会有急